我们下面要讲的一个就是 Exhibitionism 就是 炮鲁匹 这个东西应该中文可以写出没问题了 Exhibitionism 炮鲁匹的真正目的 炮鲁匹的目的他不是 炮鲁匹 炮鲁匹的目的 让他爽的东西不是说 让别人看见自己 别人看见自己的羞体 这不是他的目的 炮鲁匹的目的是什么 是 让别人闭上眼睛 他的目的是 他让别人闭上眼睛 进下一步就是什么 下一步就是什么 他要让别人 闭上眼睛时候 他要感受到大他者在看 大他者在看 然后 所有其他人闭上眼睛之后 因为其他人闭上眼睛之后 其他人闭上眼睛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有大他者在大他者在场 他要验证一点就是大他者在场 了解吗 就是社会秩序大他者就律令 律令公共律令 公共的律令体系 抄我的律令 super ego的那个律令体系 imperatives 大他者在场 那他就可以反对大他者在观看 然后这个时候只有两个人睁着眼睛 其他人都闭上眼睛大他者在观看 还有我也在观看他自己也在观看 我也在观看 所以他感到他的这个 exhibitionism的这个核心机制 这个我们来进一步 看到自己被看到 被谁看到被大他者看到 by big other 被大他者看到自己被看到 看到自己被看到 他就是 就是这个时候他也觉得 也发现自己的目光重叠了 他是他但是他是个逆向的重叠 大他者在这里看他 他这个是这个变态在这边 他这个是逆向的重叠 他的视线这个时候也是他们的 gaze就重叠了重叠了 就是 就直面自己赤裸裸的但是 直面自己赤裸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被看到 被不是被众人看到 而是被众人背后的那个道德秩序看到 然后他又能看到这个道德秩序 在看他自己就这种 这种让他觉得说让他觉得说 这可以给他带的快感 让他感到刺激 他就 把这种东西感受 做成是大他者对自己的欲望 他把他感受成大他者是自己的欲望 他自己的他自己会把这个感 感受成是对大他者的侵蔑 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其实是短路的 其实这里面两者的视线是短路的 然后他这个往往会立刻迁移 立刻迁移到这个这个变态的这个视线 就变成他自己就窃取大他者的视线 他就变成一个中转商 大他者的视线一个中转 中转商 大他者凝视中转商 反过来去凝视那些闭上眼睛的他人 来嘲笑他们的虚伪 嘲笑他们的愚蠢 嘲笑他们的如此不堪一击 所以他这个里面既是 他是大他者凝视的对象 也就是大他者的爱欲的对象 他也是大他者爱欲的工具 他是转接大他者的这个视线 这么一个工具 这个就是exhibitionism 然后我们继续想 下面一个就是frauterism 这个东西就是摩擦 摩擦摩擦的话就是在受害人 这个时候往往是受害人的 在受害人的什么 臀部啊 腿部啊 还有裙子啊 还有袜子 丝袜腿上面进行摩擦 然后达到高潮 这种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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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看表面上看表面上看是什么 表面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什么 就是exhibitionism啊 暴露狂 exhibitionism 表面上看他是暴露狂 加上什么 加上这个amorafilia 加上这个盲 amorafilia暴露 他自己暴露忙 别人看不见啊 看上去是这两个加起来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其实 还有 还有再加上一点点练物皮啊 比如说他喜欢在那个衣物上面摩擦 再加上一点点练物皮 看上去是这个东西三个东西加起来 其实不是的 表面上看这个 实质上 实质上他的机制是 实质上 实质上的机制他是 他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就是他必须是在部分的一个某个角落的某个角落的一个私密的啊一个部位身体部位部分身体 他比如裙子被遮住的那一那一片啊就是绝对领域或者是怎么样的哪里那你不管了 发现我电视里面很拥挤别人都看不到的啊 他一定要在这种部分的这种残缺的这种部分衣物的这种这种这种上面这种partiality啊 partiality是他的核心核心就是视线永远是残缺的凝视永远是凝视永远是看不完整的看不完整的看不不经 不是他是看得见但是他只能看见外表啊看尽管看得见但是他只能看见一好一小部分 然后沉默啊就是聆听听觉聆听你尽管能听到各种声音但是他们就喜欢嘈杂但是有嘈杂嘈杂的霸权他会遮盖掉这些比如说那个他很紧张那个那个受害人很紧张 然后会发生发生出一点乌业声这种小的乌业声只有他能听到嘈杂本身就遮蔽了真正意义上的沉默这个时候沉默就被转接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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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捞阁这个这个这个罪犯受伤了啊了解吧这个 就是外部的嘈杂使得使得这个世界无法沉默没有办法聆听只有在这个很极限的一个当下瞬间啊很细小的他所他能够把器官裸露出来然后去触碰然后呢还听听到那个女性在那边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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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帮大塔者听到最重要听到最最重要的啊他就成为大塔者工具帮大塔者最听到最重要的声音最重要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那个女性主体性的那个反抗啊主主体性的反抗所以他也是这个玩意儿实际上也是成为大塔者享乐的工具大家就想了工具大塔者想看但是大塔者看不完整只有他能看到完整的但他实际上他自己也看不见他自己站在那边他那个掏出来 怎么怎么样他自己也看不见但是呢但是呢他可以就是他他可以就是假装自己在凝视他指向了就很紧张吧那种状态我靠他也有那种变态是他要看到的他自己一定要看要盯着那边看也要是不要看的就这种同一个啊他同一个就是取决于他自己对于这个大塔者是怎么想象的取决于他自己的那个他自己对于社会律令体系是怎么理解的 他如果认为这个社会律令体系是个不公平的比如说不公平的不公平的就是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大而无当的啊虽然虽然普惠大众但是为什么就照顾不到我身上来啊啊那大家就说这种大塔者看不完整他要看完整这个时候他就会看他就会偷偷看啊如果说他认为大塔者就彻底是是每一个细节都能看得很清楚的 大塔者是什么无处不在的是那个监控啊是那个这个社会那个这个这个监视体系他是无处不在的假如他这样认为啊那么他就会他就会他也不看他就是拒绝拒绝看他就是要要要要证明这个大塔者是看不见的而他是能听到的大塔者不应该看大塔者听大塔者应该听多聆听你不应该看你不应该这样暴力去看你应该听 所以他就他就这种时候这个那个受害者的那个那个就那种啊这种就是不停的这个紧张的大喘气就这种声音就会让他心疼就会让他心疼啊所以这个要具体分析要具体分析 所以这种partuality啊这种partuality这个这个画面image画面的partuality和这个主要一个是这个身体的partuality这个受害者身体的partuality它实际上是展向 一个image的partuality和这个sound的partuality或者叫voice的partuality这个声音是在嘈杂之中image是它在什么是在遮蔽之中遮蔽外部的那个大的那个遮蔽之中这个voice呢是在噪音之中是在noise的这个遮蔽之中那么啊实际上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for tourism 然后然后然后他还是这个for tourism啊这个摩擦摩擦什么什么什么他还是一个对于社交关系的一个反抗 他们往往往往会出现的那种社交里非常压抑的那些国家就比如比如加派啊这边日本社交里非常压抑的 压抑的国家的地区吧这文化中啊文化中啊他是对于这种关系的一种置换啊手男性的手然后社会关系社社会关系 然后和一个女性的手啊另外一个手啊这种是啊我们我可能就是我顶多肯定握握手比较比较正当的和你握握手 同事之间这样握握手也仅此而已的没有其他的身体接触了那么他会被置换成手啊男性的手然后 然后这个 competitions 解枪 解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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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说 解身体 解肪 人 differenti 解育 解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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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个sexual organ,它exposed beneath, beneath this,这个,这个,这个社会化的符号啊,社会化的,社会化的碍玉符号,碍玉符号 啊,然后它这个东西, beneath, beneath,这些东西,legs and hip,它就是,就看不到,就只能听到一点点,看不到,听到一点点 然后它的愚蠢就在于,它真的相信自己的这个sexual organ是什么,这种,这种泡露,这种,这种变态的,这个,一个,它的愚蠢就愚蠢在,它真的以为这个sexual organ是一个failers 啊,所以,所以,它也会出现在那种,有很明确的这个,这个,这个sexual organ崇拜的 比如说,尼宏啊,尼宏那边就是会把这个东西抬出来,当一个怎么祭拜的,当一个什么图腾来祭拜的 他不会把它当图腾来祭拜,就是这些人蠢就蠢在,他真的以为这个玩意是failers,真的玩意这个,以为这个东西就是神圣的主人能指 啊,他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暴露在大他者的这个残缺的视线里面,你看不见,我现在让你看见,啊,了解吗,你听不到,我能听到,我替你听到,了解吗 啊,还有这个,它是两个圣物之间的接触,他认为这个是两个圣物之间的接触,还有一个就是,呃,这个failers failers failers 所以这种人,他会把这种形式当成是某种,为什么乐词不疲,因为他有一定的宗教性,因为这两个东西在爱于经济学里面,他都是,他都是具有,这个 就是quas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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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ety的,啊,他都是,类,类,类,神圣的那种,那种形式,这么很,唉很蠢 在大而在正常的关系里面啊 在正常的关系里面 所谓正常关系里面 你的这个sex organ也就是这个phalus 他往往会被这个就是伴侣 伴侣这个凝视所消解掉 凝视所消解掉 因为因为伴侣才是那个最最最屌的 你知道吗 因为在正常的关系里面 你爱的那个人 他才是他才是他才是超越性的 而不是这个玩意就就蛇了 就蛇了 他所以所以这个东西又是 所以这个摩擦 这个这个这个这种perversion 他本身他又是又是一种 phalus崇拜的一个极致 他是一种现代phalus崇拜的极致 现在phalus崇拜的极致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 在一些所谓的正常的这个癖号里面 也有也有把这也有 把这个通路把那个正常的 就是用用手用脚啊 用手用脚 还有用用用用用 就是主要是用手和足 这个都是一个phalus崇拜的一个体现 只不过他这里又加上了一个 他有一个好像有个祭坛一样的 就是要在那个紧张环境当中的 别人看不到 只有他能看到 别人听不到 只有他能听到 他就作为一个祭司一样的 他可以承接上意的 承接那个至高主宰的那个声音 我替你听我 你听到了吗 你看到了吗 那这种这个是让他有额外的快感的 这个东西就是支撑的这种变态的一个额外的快感 好然后下面一个讲的就是这个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能写说的吧 一桩痞啊一桩痞 一桩痞的话它同样也是一般认为 就是表面上表面上认为啊表面上认为一桩痞 表面上认为一桩痞的目的是吗 目的是构建雌雄铜体 某种超性化的雌铜体 超性化的 超性化雌铜体来实现一种完满性啊 就是雌和雄两个东西就在我身上都实现了吗 一桩痞啊 我的内在的是比如说雄性的 外在是女性的 比如说那个那个女的也是个一桩痞 他这个外在的是男性的 内在是女性 就是感觉他在身上实现了雌铜体 这是个表面的理解啊 这是种肤浅的理解 就是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这个在爱欲和这个审美上 异性对于自己的勒索 就是说再也不需要那些美女会会会能够让我感到痛苦了 什么什么 I don't want to be holy anymore 什么I just want to be happy 什么 啊 就那种啊 shut up 什么啊 这种理解他忽视了一点啊 这种理解忽视的一点就是两种性别之间 他并不是互部的关系 性别之间不是互不是互部的关系 性别之间是 我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一阶和二阶的关系 男性性是一阶的 女性性是二阶的 简单可以男性性是把是把啊不应该不是这样讲啊 应该女性性应该是一阶男性性是二阶的 不是也不能这样讲我这样说吧 还有一个是无阶的 男性性是一个二阶的性别认同 但是他把自己看成是去性化的无阶的 这是男性性 女性性呢 他是被男性性认为他是一阶性别 女性性被男性认为是一阶性别 但是他回过头来 他认识到性化秩序是混乱的 根本没有性秩序 没有 没有性秩序 所以他会陷入歇斯底里 他是这么一个关系 这么一个关系啊 那么真正的意义上这个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真正的这个答案是 这个一桩痞啊 他实际上也是要和大他者分享share 分享个秘密 与大他者分享一个秘密 大他者分享与大他者分享一个秘密 就是只有只有你和我 知道 我真正的性别 只有你和我知道我真正的性别 比如说啊 比如说一个男的要扮成一个女性 那他就会说 两种欺瞒 他是欺瞒可以带来快感 也就是比如说那些男人 从我的外表误以为我是女的 男人误以为我是女的 同时那些女人竟然也无法看到 我是个男的 他就是有双重快感 因为我骗过男人 我骗过女人 然后他还其实他还骗过了 大他者 还其实骗过了大他者 就是大他者误以为我想变成 就是一个持用同体的 我想变成双性人 实际上我只是举个例子 实际上我要么是男的 要么是女的 我只能是其中之一 他有这种三重欺骗在里面 三重欺骗在里面 然后 实际上我跟你讲 在这里 真正一桩的一桩匹啊 一桩匹 他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让自己成为雌雄同体 他并不是让自己成为雌雄同体 他是要让大他者 被性化 他是要逼迫大他者自己被性化 impose the big other itself to be sexualized 就是说他的目的 其实是让大他者 变得 有爱欲的维度 有明确承认 要让大他者明确承认自己有爱欲的维度 爱欲的维度 明确承认自己有爱欲的维度 就是一桩匹 往往容易容易结构在一个大他者 他表面上 他自己表面上表面上不承认 自己是性化的 表面上要装着自己是性别中立的 但实质上实质上实质上是性化的 就是大他者对于对于视而不见 你知道吗 视而不见 大他者看见 但是假装看不见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他者在这里假装的是什么 大他者是pretend pretend to not to not to not to be able to see 大他者是要假装看不见 假装看不见有性的维度存在 有性的维度存在 假装看不见 甚至就是假装看不见自己 所以他的他的爱欲的核心 一桩匹的爱欲的核心就是他 他觉得 大他者在假装看不见自己 是不是 不是某个性别 不是另外一个性别 不是在伪装一桩匹 而并不是他享受大他者看见自己是另外一个性别 他是个二阶的 一桩匹是个二阶的 二阶的一个爱欲机制 爱欲机制 他享受的快乐就是假装大他者 就是我 我 I can see I can see the big other is pretending to not be able being able to not be able to see I am not 这后面随便是哪个东西 I am not 他是这么一个机制 就是你别给我装瞎 不要装瞎了 你就是 你就是爱我的外表 或者怎么样的 对吧 你就是明知道我是那个 在这个意义上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大他者啊 他是一个 一桩匹啊 他是一个 后面这个 这么一个复杂的这么一个关系 假装我能看见他在假装自己看不见 实际上就是 I will 我会 我会继续保证他能看得见 但是别人不知道他 他能看得见 I will ensure 这个大他者 can see 就是always can see can always see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一桩匹的人 他是一个大他者的一个 就是 有点像他的那个保镖一样的 你知道吗 他是在 他是在那个 关键 但是前提是你大他者要承认 性化秩序 前提是你大他者要承认 有性 这个维度存在 有sexual difference这个维度存在 他相当于就是他 我这样说吧 我这样说吧 一桩匹我们这样去理解 他始终是让自己处在一个边界上的 边界上的 他自己处在一个男性和女性的一个边界上的 他可能外表是男性 内在是女 呃 内在女性 或者反过来 或者内在是男性 外表是女性 就是他同时感受到这个边界 他就是守卫在这个边界上 一桩匹的作用就是 他是个守卫在边界上 他要守卫性秩序 守卫性秩序 那他通过什么方式来守卫这种性秩序呢 他作为这个性秩序本身的 他自己作为性秩序本身的这个大他者的化身 化身 他自己会 他能看得见 他就能看得见 他也就能听得见 什么什么叫他也就能听得见 他自己内心会言说 他自己内心会给自己辩护 辩护 会自己言说 言说 所以这个过程中 他就觉得他 他是大他者的一个 也是一个享乐的工具 那么大他者为他的什么东西做享乐呢 为大他者的昏睡做享乐 大他者还是昏睡 大他者昏睡 或者我们甚至进一步说 大他者不是昏睡 大他者是 是 important 大他者是important the big other is important but it have 非常强烈的 it has fierce desire 他是important 但是同时他又是 有非常强的这个 这个欲望 又是强欲的 他是这这个一双痞的 所设想的这个大他者就是这样 大他者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大他者是一个非常 无能的 他头是又非常强欲的一个大他者 这个大他者需要 需要这个主体来去 在这个两性的差异上面当一个他的卫兵 当他的卫兵 当他守卫 帮他去看到 帮他去听到 听就是他自己内心第一人称意识吗 他自己第一人称意识的就处在一个超性化的一个状态 这个确实就处在一个超性化的一个状态 这个超性化的状态是 就是我这样跟你说 这个超性化的状态是可以带来很多智慧的 it's very productive it's productive but it's 但是他又预设大他者存在 it's not revolution it's not not revolution 但是他不是革命性的 it's not revolution 他是他必须要要要设想一个 important的大他者存在 所以他拼命要维护的就是这个 男性和女性的这个性差异 性差异 这个家伙可能不承认男性性和女性性 分别不承认他 但是他永远相信有性差异本身存在 就是sex itself 他认为这个sex itself是存在的 可能sexuality 不同的sexualities 这些东西都是虚假的 都不存在 都是一种误解误认 但是sex itself是存在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 事实上的福克主义者 也有可能是变成这种的 福克主义者 福克主义者 但是这些福克主义者 他是事实上的 他可能 他可能在低人称上面 他是反对福克的 低人称上面 他是反福克的 他是反福克的 他是觉得福克很蠢很脱 但是他自己实际上是 是借助了福克的这些机制 然后我们简短的讲这个 这个我不确定能不讲 他可能是过去的 他可能是不认为 他可能是不认为 在想共产党那些东西